好 持續要來拒絕的是政治話題 在昨天是總統大選電視辯論 當然兩岸議題就是焦點了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是猛攻 國民黨的侯友宜還有民眾黨的柯文哲 是有關九二共識還有福茂的相關議題 好 對此 侯友宜在昨天的時候 是斬釘截鐵的回應說 主張的九二共識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底下 所有的共識都是在這個憲法底下 對於賴清德他質疑說 重啟福茂的目的為何呢 侯友宜就大算說 民進黨以前講ACFA是糖衣毒藥 那現在當作補藥 柯文哲也嗆賴清德 為什麼不要馬上取消ACFA呢 又示範了一次什麼樣 就叫作詐騙 2024大選總統候選人辯論會 藍綠白三方針對親美抗中的小英路線 炮火交鋒 三組候選人當中 我最有經驗可以繼續走 蔡英文總統的外交路線 基本上是以台灣為優先 不尋過去國民黨的老路 如果小英的路線那麼好 為什麼斷了九個邦家國 怎麼會造成兩岸不溝通 不對話不交流 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侯友當場重重打臉賴清德 而媒體提問到底認不認同 中華民國憲法 賴清德卻欲出驚人 如果拿民國35年 所制定的憲法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失望的 當年李登輝總統任內 推動六次修憲 目前我們在台灣運作的這一部分 是徵修條文 也就是以台灣發展為中心 如果要用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那你不要選中華民國總統就好了嘛 你要選台灣國總統嘛 你們今天晚上的名嘴 要忙著替你消毒這一句話 你每天在那邊炒麵人 假講動作是打架 這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嘛 民進黨執政底下 就汙名化了兩岸 賴主席 對中華民國的憲法不理不睬 你今天反對中華民國憲法 你就勇敢共存嘛 各有兩人圍攻賴清德 持續追問 連美方都反對台獨的情況下 還敢自稱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嗎 台灣的主權獨立是屬於兩千三百萬人所有 中華民國也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我是一個務實的工作者 我的目的守護台灣 建設國家發展經濟造福人民 這個就是一個務實工作者 所要做的努力 你是支持台獨嘛 尤其在現階段 大家已經面臨兩岸緊繃的狀況 你要減少你的台獨 那你怎麼讓兩岸走下去呢 你在政見發表會說 一個法不是台灣應該要走的路 你當行政院長為什麼不把他取消掉 你現在還現任副總統 你要不要現在下了舞台馬上去說 台灣停止一個法 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不敢講台獨 假台獨正片票 可文哲喊話要以善意維持現狀 但後尾強調反對一國兩制 要以九二共識溝通對話 兩岸關係不該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帶來的這種兵兇戰危 記者楊介理學員SNL主台北報導 2024總統大選的辯論會在昨天下午舉行 主題是聚焦在兩岸還有台美關係 精神科醫師沈正南就表示最大的驚訝是 對於對岸所謂的統戰滲透或者是戒選 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居然是說要加強保房教育 建立國家認同 好他認為說這就像是回到40 50年前的小學教育 因為當時候老師都告訴我們說 保密防碟人人有責的 賴清德屢次說要團結台灣 如果說方法就是保房或者是國家認同的話 那就跟威權時代以及他口中的極權政府 不過是一個同版的兩面 面對三位候選人在唯一的電視辯論會的表現 前立委蔡正元現在不諱言是有些失望的 雖然說賴清德提出是比較多標題式的語言 但他認為是很空洞 只會閃躲問題 不敢回答要不要搞台獨 要不要和中國大陸對抗 通通沒有回應 統統候選辯論的場合 用字要很精準 對標題式直接衝出去 對標題式要很清楚 那在這裡面 這個賴清德標語用字比較多 可是空洞無力 空洞無力 他是簡單講一句話 那好啦 這個你要不要主張台獨 你講清楚 你要不要宣布台獨 這個問題是他必須回答的問題 他沒碰啊 對沒有 事實上就是說其他候選人也沒有直接拿這個出來 所以賴清德最重要說你會不會宣布台獨 那這個問題你會不會繼續搞台獨的動作 你會不會繼續去中化 對不對 你要不要繼續跟大陸這樣對抗 讓大陸的軍機跨越中線 還有大陸的軍機 如果因為你這個台獨政策跨越中線的話 你要不要打回去 你不要講你背上的老半天你幹嘛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頭友宜跟柯文哲顯得太過客氣了一點 好像是沒有準備要來 要來把最核心的價值拿出來大家當面討論一下 2024總統大選的電視編論會是激烈攻防 其中關於地產還有房產的問題 更是速度交鋒 賴清德就強調他是候選人當中 唯一沒有炒房炒地的人 另外侯友宜他是強調自己是有合法繳稅 那柯文哲在談到父親農地的問題的時候 他突然感性哽咽表示 沒有辦法符合父親的期望 你若你的老廚是不是違建 已經被依法認定 你都不要生日 一開口就大酸特酸 侯友宜在辯論會上 炮紅賴清德老家違建的誠信問題 就連柯文哲也補上一刀 現在這個胡市長沒有問我 就變成幫忙打他你知道 賴清德在處理這個賴皮瑤的問題 最大錯誤就是你認錯就好了嘛 沒有建造沒有死造沒有產權 你要怎麼信託 這幽靈建築 講了一個謊話 就要講十個謊話 不接受柯主席稱我們家的房子 是用那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 再一次強調 我是三個候選人當中 唯一沒有草地皮 沒有草房的候選人 你們家說買農地是為了要開業 為什麼不買建地而買優質農地 來行得再次的閃躲 甚至對於萬里老家公益信託的進度都避而不談 反倒拿侯友宜太太合法的凱旋院 以及新莊土地作為擋鍵盤 選舉行到歪理也可以變成理 這也不是我的財產 這都是我們兩家圍住 我也承認我爸爸幫我買那塊地 我爸爸一直很希望 我有一天可以回新竹去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或許是講到心中痛處 柯文哲忍不住哽咽 卻被賴靜德天上一筆 房產爭議之前 好 但是對於昨天的這一場 總統大選的唯一的電視辯論會當中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分析了 賴信德整場表現就是賴皮 因為只要被人點出問題 他就賴皮否認閃躲 黃陽明就認為這一場辯論 雖然不至於讓選情整個大翻轉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說民進黨持續執政的話 只會出現一個賴皮政權 而且會比蔡英文還要傲慢 更加野蠻 賴清德整場的辯論的策略很簡單 我有的你們都有 你們有的我都沒有 他就是這樣玩 他不管你講什麼 我就是我最居住正義 我最公平正義 你們講我什麼 我通通不承認 但是你們通通都有問題 講誠信 柯文哲有問題 講什麼你有問題 講居住正義 侯友宜有問題 柯文哲在這個裡面 抓到一個賴清德的語弊 而他那句話 不管即便他講說 國內在把中華民國當成什麼護國神山 是要把台灣促進和平 還是帶來災難 就是說這一段失言 即便他加上中華民國憲法 都一樣是災難 就都一樣 這句話就是失言 他講出他心裡面 對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憲法的不恥 比釋 對 真的是比釋 沒錯 那其實他是講出他的內心話 這不是 這不只是失言而已 作為 我必須要講 像柯文哲在講 回答中國時報的那個提問的時候 他就講說 大家都是要來選中華民國總統 怎麼可能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對不對 而且賴清德 他還有一個身份 是現任的副總統 他今天沒有要 沒有要增加任何的中間選民 他只是要鞏固他的基本派 只是他這一句 這一段話 有可能會把一些 所謂的民進黨內的中華民國派 也給他嚇跑 這場辯論 不至於讓選情翻轉 但是我必須要給各位觀眾朋友 一個概念 就是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就會是一個新的賴皮政權 會比蔡英文更傲慢 更野蠻 更賴皮 因為賴清德已經在總統辯論示範了 他的格局就是如此 2024總統大選 唯一一場電視辯論 在昨天登場 而辯論結束之後 最新的民調顯示賴消沛 是以33%的支持度 居於第一名 侯康沛則是30% 柯英配則是24% 好2024總統大選的唯一一場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在昨天登場 而整場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議題都是聚焦在兩岸議題上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他雖然是強調說民進黨的污名化九二共識 但是學者就認為說很難在時間內喚起民眾的正確認識 而至於民進黨的賴清德則是告訴選民民進黨執政才能夠保障台灣安全 但是這樣的說法跟國際之間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基本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坐上來 請坐下